吴杰乡长沈德茂出席赵昂的记者会精神异议 看起来恢复状况良好 由于他罹患先天堂尿病的30多岁儿子 一个多月前因为肾脏严重衰竭已经危及生命 因此64岁的沈乡长发挥伟大的父爱 亦然决染了决定捐出自己的肾脏 将左边的一颗肾脏来捐给儿子 移植到右边的肾脏 手术是相当成功 让乡亲邻里都感到动容以及感佩 后来医生是建议如果说可以捐肾 好的肾的话是可以改善 那时候我就跟那个双口医院的院长 吴麦斯就讨论说那我来捐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这个小医生要检查 捐左边 捐左边然后种在他的右边 一般都是这样子拿左边种右边 因为右边我们的出动力量比较大 所以就不能用右边拿走 一般人就是说你的生活习惯 那个是比较负重比较强的是在右手 所以从左边就种植在右边 这个真的是 别人应该一般的人都差不多在90以下 80几90就左右了 我是99.9以上 所以那个几乎排斥感会比较弱 但是还是会排斥 不会排斥是不可能 在这一次的捐肾的过程当中 沈乡长也有感而发 认为肾脏移植需要次费医疗费用庞大 应该要纳入健保给付范围 因为捐肾成功可减少长期洗肾的庞大医疗资源支出 不过我是认为这个医疗上在这个部分 应该是要呼吁中央医疗政府 就是说现在我们肩的人说都不能受到政府的补助 其实这个都不对 全部都智慧 那这样子就没有减少医疗的一个这个主要因素 因为一个如果一个洗肾的人 终身洗肾 你看要花费多少的费用 那你这个胜给他以后 他可以终身就不再洗肾 那一对医疗的一个耗损 可以间接在这一个时间来做改善 所以我们认为活体的监限是可以鼓励 但是身体一定要健康 那如果有喝酒的朋友 我们真的在这里呼吁 酒真的要少喝 没有喝酒对你的肾脏 真的是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以及不要咬槟榔 不要熬夜 这一些应该都对你的肾脏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10年前左右没有就开始没有喝酒了 好像是为了我要只准备这个肾脏一样 这个肾脏的这个年龄 我已经60来岁了 可是原则上没有问题 那个无脉是后来检查 我整个身体状况都是OK 是都没有防治 所以就很顺利的捡给我下来 已经康复恢复上班的沈乡长 医生还特别嘱咐要做好自我的健康防护管理 避免被外界的病菌感染 不过心系乡镇的他仍然是一如往昔的 全心全力来投入乡镇推荣工作 为乡亲来磨福利 宜蘭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道